小乐高大乐趣,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这一盒乐高科技组42123麦凯伦赛纳GTR赛车 那这辆车呢,坏雪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买了 跟木马人那些一起买的 只不过这一盒呢,一直旺在工作室里边没有做 所以今天我们把它翻出来,一起来坐一下 来,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来,还是用我们的开箱人仔手里的武器 那有小伙伴问坏雪,这个我这个人仔是怎么来的 那我这个人仔呢,是用了几个第三方人仔组合拼凑而成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直接买的话,基本上是很难买到的 而且这几个第三方人仔都是已经绝版的 所以想要组一个一模一样的,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里边有一整版的贴纸 零件的话有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六包,有七包,有七包零件 然后再加一本说明书 说明书看上去呢,也并不复杂 那由于它是科技组,所以我们科技组都是没有过程的 我们直接走起 好了,现在在你面前的呢,就是我们这一辆次2123麦凯伦赛纳GTR赛车 那这一次呢,依旧是乐高和麦凯伦联合推出的 有麦凯伦的正版授权 所以上面可以光明正大的用上了麦凯伦的这个标志 你看麦凯伦的标志就在这边 但是呢,这里依旧只是一片贴纸 看上去多少会让人觉得似乎沉溢 不是很足啊 那这辆车,它的大小呢,我觉得适中 它长度从前面到后面有32厘米 这么个长度呢,你可以看到 比我们的手掌要大上这么好几圈 但是你把玩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方便 不会出现像42083或者42115的这种情况 就是太大了,不方便把玩 那这个呢,十分方便你在桌上这么推着来进行把玩 这颗麦凯伦赛纳GTR呢 它外观最大的一个亮点 其实就在于它两侧的车门 一个向外翻起的蝴蝶门 你看,就是这样子 翻起来的蝴蝶门 那它这边车门呢,跟车体这边是用一个插轴来进行连接的 而且这个插轴呢,你看到没,是这样斜向的 所以你在翻起的时候就可以像蝴蝶门一样 这样斜着把它翻开 这个设计,我觉得真的还是挺棒的 在以往乐高科技组的车辆当中 也没有出现过这个蝴蝶门的设计是第一次出现 除了蝴蝶门之外呢 你透过这边可以直接看到它里边那台V8引擎 这些活塞在里边都是能看到的 我们转动轮胎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V8的引擎在这边 对吧,活塞都在这边跳 模拟引擎的运作 但是呢,这一套42123 它在后轮带动引擎运作的这个设计上面呢 跟以往的乐高科技组又有些不一样啊 以往的乐高科技组两边轮胎要么穿在一起 要么通过差速器,对吧 把它连在一起 但是这一次呢,你可以看到 它一边的这个轮胎是假的啊 单独分离开的 另外一边轮胎呢,是跟这个曲轴全部连在一起的 嗯,这个设计呢 多少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简化了偷懒的设计 而且这还带来了一个弊病 你可以看到这边轮胎 它当中穿过来的轴呢,是淡灰色的 而另外一边的轴呢,是棕色的 这两边的颜色差异呢,也是比较大 这一点也给这辆车的外观的观感上面呢 打了一个减分项 好在这个轮胎的插轴啊 并不是这么的显眼 所以很多人可能并不会关注到 很多朋友第一眼关注到了呢 还是他身上这些赛车的拉花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模拟岩石纹的拉花呢 全部都是贴纸啊 跟正一下,前面的两片一字版呢 是印刷件 剩下这前面这些呢,是贴纸 车门上面的呢,也是贴纸 这后面这边的,也是贴纸 整车的印刷件呢,仅限于前一字版的这两片 嗯,这两片有印刷件 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了 但是为什么单独这两片是印刷件 而没有用贴纸来呈现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车辆后面呢,还原了原车那个宽大的尾翼 以及下面夸张的这个整流器 也全部都是给还原出来了 呃,车身中间呢 那一根软的杆子 直接这么贯穿一下 然后尾灯呢,是用了两根红色的透明管 来进行模拟 模拟出来的效果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棒的 然后当中这里迈卡伦的标识 依旧也是贴纸 这一套的贴纸真的量还是挺多的 看到没 来,满满的 有这么多的贴纸 哈哈 稍微有一点丧心病狂的感觉啊 一般像这种规模的乐高科技组的这个车辆呢 都会有齿轮让你转动 可以转动前轮 那你看这一辆也不例外 哎,你看直接转动车顶的这个小齿轮 就可以带动前轮了 呃,有一点比较遗憾啊 你前轮在转的时候呢 它的方向盘是不会转的 方向盘跟前轮并没有连接 所以也没有连动 那转过来看底盘 你可以看到 哎,它这个转向机构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是使用了一个传统的尺条拉动的一个结构 呃,后面呢 也没有什么复杂啊 看到没 这边发动机活塞转动的那个曲轴 直接在这边就给呈现出来了 呃,这一辆麦凯伦赛纳呢 真的,它的设计是非常简单的 呃,基本上它主要就是卖一个麦凯伦的授权吧 最后再来说一下它的价格 呃,这一辆42123麦凯伦赛纳GTR呢 官方定价499元820片乐高积木 那我觉得这个竞价比还混得过去吧 只不过它的个头呢 比42096啊 42115啊 那些都要来的小一圈 而且毕竟它的知名度 哎,不像那些车来的这么高 所以,呃,要不要买就看你自己的了 好了,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哎,这一盒乐高科技组42123麦凯伦赛纳GTR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